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棋如果接 接着看这里边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方法 点 这肯定是要点 这部棋是要点 看白棋怎么走 白棋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顶 反正顶这头它就有力 照有扑打 这个有一点麻烦 约粒的话 你如果接 它这一般过了这棋死了 你如果从这边主渡 走这个或者走这个 从这边主渡的话 接 这一串吃掉 所以先立 它团 然后点 它顶这个 看样子好一些 它顶这个白棋扑 提了打 它不能接了 它如果接 挡住先手 它只有接 接一般 还挺麻烦 因为你要想做活 顶这一步 顶这一步的话 它有点 下一步黑棋不好下 不能下这一步 你下这一步 它吃这个 这俩丢了 这支盐保不住 那这块就死了 只剩下这一只眼了 所以不能吃这个 那这步也不能吃 你吃这个 它吃这个 双吃 这个不能接 那这样黑棋也死了 所以铺完了一打 这个也是不能要了 不能要就不用走也行 不用走也行 白棋可以先手 待会白棋一提 你可以把这个提掉 黑棋再提回来 那白棋就可以把后边一串吃掉 就点 先立 再点 再来看别的棋 那就是接 来看接这一步怎么样 这是白棋主要要担心的 那它接这个 这里边很大 顶这个不行 顶这一步 那它立下去 你冲 你冲 这个样子不太对 这个样子 因为这里头太大了 这个里面太大 这个不大好吃 你冲这个 顶它立 你冲它就接 一个是接 你挤它接 它里头太大了 挡 尖重 打接 里头是个双活 里头是双活 水也吃不了水 但是这个时候白棋有更厉害的 白棋不要顶这个 白棋有半 你打 这个只有打 然后你再打 它提了 吃 现在只有接住 要不然打结活了 现在它只有接 它接这个的时候 白棋现在冲 现在冲是好手 接下来 这一卡 它就死了 所以它必须补一手 它无论是走这个 它只有走这边 因为它不能走这边 走这边的话 你一挤 这有两气 那这个就接不上了 一接一打 就死了 所以它必须在这边走 这边 这都一样 它团的话也是扑 不管它走哪个 那白棋呢 把这个挤掉 接 让它把这个也破掉 然后白棋一团 这棋是死棋 现在黑棋死了 因为黑棋不能接这个 黑棋如果接入这个 这个里头不是双活 这是个葡萄六 将来呢 全收紧气之后 将来白棋可以下这步 对 这不是双活 这是个葡萄六 还有这个 所以这棋是死棋 那么白棋一打的时候 黑棋就不能接了 因为黑棋接上 白棋一冲 它就没有地方走了 团这个也一样 团的话 白棋扑 完了打 再一团 总的说来 你这一点保不住 这一打肯定保不住 这点保不住 只要白棋一下这个 这里边就是个葡萄六 所以这棋是死的 这步不能接 不能接成打结火了 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就有棋了 所以一立 它这个就不能要了 它只有跳 白棋可以吧 这个吃掉 这是这个棺子 它不能接 接了点 它接 这个是要点 看着这个斑 就行了 一个是看到这个斑 如果它顶 你看着这部铺 看到这部铺 当然你看着单立 看到单立也行 看到单立 它接这个 你一斑它也死了 它顶这个 顶这个你一铺 它也是死的 可以把后边一截吃掉 只是一点 这个是要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边这道题 这段这道题 白棋 已经下成这样了 接着就要看 这个局部 有没有什么手段 如果普通的斑 那它接 就不像有棋了 这个尖是先手 但好像没什么用 你要点它挡 你现在不能走 你要是保这只眼 那必须挡 但你挡这个 它就打 这样没棋 你还得接 你接着它一吃 这样没棋 黑棋把白棋吃了 这没用 它这下入得了气 所以不能斑 那么煎完了断 也没用 断它吃 你打它提 没用 你接它就团住 白棋没有眼 白棋只有斑 白棋斑的时候 黑棋打 黑棋有眼 白棋没有眼 所以还是有眼吃无眼 这样白棋不行 这样白棋不行 白棋这地方做不出眼来 黑棋一直眼 白棋接的话 它提 你接这个它扑 所以没眼 这样白的就都死了 那么基于这几条 所以黑棋 白棋先斑 那就收一点关子 现在挡 这时候再断 等于这 斑着一下 再断 它吃 这时候就再打 它提了 这棋 煎一下好 不然被它一夹 煎一下 便宜一点点 煎它接入 这时候再接 它不能团了 现在团了 你就接了 等于这样的棋 刚才这样 你搬的时候 它不来打这个 打这个白棋就死了 铺也死了 铺这个也死了 都死了 它反正不管它怎么一走一打 有眼杀无眼 可是它没有走 它现在打这个 只有走这个不死 它打这个 接住 等于成这样了 黑棋还得铺一个白棋提了 这里头就成了双火了 飞 所以这起白棋先斑 它挡 这时候再断 这是次序 它打 然后再打这个 它提了 这下把它煎掉 煎掉便宜一点 煎掉 然后再接 那它提 这时候再打 这下它也接不住了 接住 里头就成双火了 接住里头是双火 白棋还可能铺 白棋铺这个就成打结火了 这样不走了 现在里头是没有棋 白棋可以提 提三个 黑棋还能提过来 这里边没棋 因为白棋如果想出棋 那就得铺这个 白棋铺这个 黑棋能打这个 白棋提这个 黑棋提这个 这里头是个摇鲁结 白棋找个结提回来 黑棋还能提过来 这里边是个摇鲁结 打来打去的是个摇鲁结 所以这个里边没棋 但是木树 黑棋将来补一个 还得补 这里边 吃一个 还得提 这里边 木树比较小 这还被吃了三个 这样白棋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这一般 刚才黑棋挡 黑棋挡的变化 我们来看它接的变化 接 白棋长 破眼 黑棋不管怎么走 挡 白棋就搬 接下来的 这黑棋在这一带 这个也能不走 黑棋在这一带 没有好点 这步是有点想下的 走这步 走这个 如果白棋搬 那黑棋打 这样还可以 不能接了 你接的话 它一挡 挡这个 这下白棋就死了 这样白棋就死了 但是搬它接长 你夹这个的时候 这时候它又扑 就扑进来 打这个接 这个接打不过 黑棋只有接 黑棋接白棋 把这个提了 这个不能被它团 这个被团 白棋期太长了 所以黑棋只有打 黑棋打了 白棋搬 始终给你炮的这个接 这是个缓一气接 黑棋要死 缓一气接 将来黑棋挡这个 白棋就接这个 反正随时下步一打 是个紧气接 里头有个缓气接 黑棋也非常的讨厌 黑棋太大 白棋损失很小 黑棋接重 所以在这一带 它就没有什么好的招法了 没什么好棋 顶这个 顶这个 夹不行 它有一扑 接这个 这就没用了 接它搬 等到你走的时候 它就接 现在就没棋了 你夹它接 你顶 你在团的话 它一爬 这里头就成双火了 你打它接 这样就没棋了 这样成双火了 如果顶 顶这一步 它立下来 就不要给它打 立下来 它一定会扑 不扑不行 不扑被一接 接白棋有眼 黑棋就死了 接的话 白棋就爬 你打它 你打它就接 那不用爬 单接也行 这个吃不了 因为这个不入器 你打它还提 你可以吃 你吃这个 它吃这个 反正你提 它提回来 这样里头 里边的是双火 黑棋就没目了 这个结果 黑棋亏 所以黑棋收关 白棋一般 黑棋还是得挡上 白棋搬 黑棋还是一定要挡上 黑棋挡上 断 打 这个关子是正接 白棋接 接 打 它现在不能接 只有提 接 这个关子是正接 现在黑棋已经能不理了 白棋没什么招 白棋不能接 接的话一打 接一打 关子到这 当然白棋这个也能不走 关子到这 就结束了 将来白棋可以接 它提了一打 这个关子很大 是斑满了一点 这个关子 这个关子也比较常见 这一类 你反正先把这个立了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这类地方也是常见的一个棋形 一点 这个也是斑了一点 让它先把这棋撞紧再断 这样是次序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研究关子 我们下面先来看这个形状 黑棋该怎么走 黑棋普通的打 普通打 普通打 他就吃一个 他肯定不能接了 他不能接 他接你一贴 这样就死了 所以他是不能接了 他就吃这个 给你提 提是先手 你提了他挡住 这是这一代的关子 但是黑棋有的时候还不满足于这样 也不满足于这个 就是有不点 有这不点 现在他不能接 他接一贴 这串白的死了 他不能接 他贴 贴这个 白棋又搬 黑棋可以搬 你挡 最初他再打 你打这个 这样 黑棋比刚才便宜了一点 因为将来 他现在不走 黑棋 白棋走一样 白棋走完 黑棋这步还能提 而黑棋走就不一样 黑棋可以提 你提着他接 这样就比刚才多进去一个字 这样可以便宜两目 黑棋走便宜两目 白棋走是一样的 因为白棋把这个提完 那下步还得提 那黑棋还有这步提 所以这样的黑棋便宜一目 便宜一点点 所以要先点一个 黑棋挡的话就搬 他挡了再打 那对付这个 他没有太好的办法 他如果是尖 他尖 尖的话 这就可以打 就把它打了 他一接 但是这样你再提 就落后手了 所以点他如果接 这束白 暂时 黑棋暂时就不走了 就这样告一段落 不动了 那白棋如果接 那黑棋挡 他一接 他得补 这样是后手 如果将来 黑棋还是可能 是这个 一接 他提 这样的木树 就能多进去一点 多进去 是点 我们来看看 它差别在哪 一个是 黑棋点 白棋接 这样不动了 不动了 白棋走 也就是接 白棋接 注意黑棋能挡着这下 接挡 白棋补一个 是这个情况 如果你不走这个 不做这两步交换 那他是吃这一步 白棋吃这个 那黑棋如果打 就还原了 如果不打 这时候白棋呢 就能爬 白棋就能爬 接 这儿呢 就白插了两目 白棋就能爬着这下 如果点着之后 如果点着一下 那白棋呢 下部就没棋补了 白棋如果接 那他挡 你还得接 那这两步呢 黑棋呢 是在的 所以这棋应该先点一下 看看他动静 先点 看他走哪 他不管他走哪 他还是走这儿呢 稍微好一点 他接 这样黑棋脱先了 这步打不着 好 你打他接 你打他接呢 他下部提完就有爬了 所以不要走 这样 这样就看他 反正他接这个呢 你就打这个 这样始终呢 你下部一提 可以把这个提掉 这个提掉还不小 随时呢 可以把这个提掉 而你如果单打 这是有加的手段 但单打单打 你只是把这一个提掉了 刚才呢 你有可能保留着提那个 这是两种下法单打 但是这步好一点 你先点一个 然后他一尖 放成这样 不用动 保留着吃这个 这样呢 虽然这块木树呢 差别不大 但是呢 还是应该先点掉 这样棺子细致便宜一点 一点 大约便宜一木 对 先点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棋形 这是棺子谱里边的 这个形状呢 很有名 很大 现在呢 看白棋该怎么收棺 这儿呢 有个段 段是先手 这种形状 它一般呢 是吃这个 这始终有个段 这你就不用走了 反正这三个呢 应该是 它也不大会能让你吃掉 这样 就先看 这有个胯的手段 胯它冲 你如果断 它就接 这没棋 你是有断 打 打 接 再斑的都是后手 没 这样子显然是没什么便宜 那就想着呢 先胯 然后再挖 那它如果吃 你就打 打这一步 它提掉 它现在只有提 而不能立 因为它立的话 这类形状摆过 那它这就有个段 你打 它打 提了打 它不能立 那这人再吃 把这个走掉 然后再打这边 它提了就接 这黑棋呢不能团了 团住就死了 那黑棋只能吃这个 那白棋打 黑棋打 白棋提了 白棋把这五个呢 先手提了 白棋提了 黑棋还得提 这样白棋收获很大 是先手提 那它不能立 它就只有提这个 它提这个 那白棋呢 这有个肩 单肩 黑棋反正也不能吃 这三个吃都不行 那照要往里铺结 这个打不进去 也不能团 如果团 如果团的话 这个呢可以考虑 现在呢可以考虑把它断掉 关子便宜一点 它打 把这下掐打了 它提了 然后搬 这下千万别打 打了后手死了 这下千万别打 自己撞弃 所以单搬 下不黑棋呢 没棋走 这个是下不进去的 这个下不进去 那就只有下这个 可以下这个 但你下这个 它接这个 它提了 它打 还是能把这五个吃掉 它提 可以把这五个吃掉 石木把这五个吃了 但这样呢 黑棋比刚才强 因为现在那是先手 刚才那是后手 所以肩它如果团 那白棋 不走 就单搬 它虎一样 单搬它虎 你也是接 单搬好一点 尖它团 现在黑棋 走这个 还是不要断好 那就还是搬 尖它团 还是搬 看它走什么 它走什么 不管它走哪 这一步或者这一步 那都是还是接 还是团不上 那它只有打 它打 这时候打 你提它提 这样白棋还是先手提 白棋先手提 刚才这个段呢 还是损 看来什么时候断呢 断 打 看打 提了 斑 它能打这个 你如果搬 你如果搬 它打 你接 它提 那么一样 你打 它提 提 还是白棋的后手吃这五个 它这还是有个打 后手可以后手吃五个 这是胯的情况 一般说来 胯 它冲 你再挖 它吃 你打 它提了 你尖 它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一扑 这个截 黑棋太重了 白棋这个是无忧截 这样的黑棋不肯 所以这个结果 黑棋不行 黑棋也不走成这个结果 那么 你实际 但是呢 你挖的时候呢 它有接 它不吃这个 可以考虑接这一步 可以接这个 你接这个 它斑 这手你打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白棋得了九目 但是黑棋呢 这也挺大 感觉上呢 白棋落了个后手 吃了这九目 但这呢 也送了两目 就只吃了七目 所以这个收获呢 不大 这个感觉是有些亏 并不是最好的下法 这是框 那最好的下法 从棺子说来 还是该先挖 我们先来看这一代的木树情况 挖它接 白棋接 收棺 棺子 度过 一打 我们来把这两块呢 就可以比较一下 当然你可以数到这 算到这 这是十 二十二十一二二三二十四 黑棋二十四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二十四 白棋得九目 二十四减九 十五目 黑棋这边一共成了十五目 黑棋一共成了十五目 我们再来换一个下法 那就是不肯这个先挖 不肯先挖 这时候先挖 先挖怎么样 先挖它如果不要 一接少损两目 你度过打 这就不用看了 这白棋走这个给人家借住 这样损两目 所以说一挖 那看它来打 这时候再靠 这时候再靠 它一冲 就跟刚才一样打结了 那看它不冲 就看它走 不冲 它一个是有跳的手段 跳的话白棋有打 白棋有打 不管它是立 它如果立 那这就有 行 立的话一打一接 还是能把五个吃了 一个是打 一接 这样能把五个吃掉 它团不住 它打你打 它接提了 这样比刚才便宜了两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它吃了吗 刚才只吃了九目 现在吃了十目 刚才比刚才大 多吃了 这多了一目 白棋多一目 黑棋少一目 比刚才那个结果 那差两目 就是比挖 比跨完了单挖 给它一接 你接了一度 差了两目 白棋这个结果 比刚才那个便宜 差了两目 所以走这个一跨 它跳 那打 那它如果提 它提 那这就有靠 这不靠 那是好棋 这不靠是好棋 这它还有点麻烦 它不能接 它接的话 断是先手 断这不是先手 那就可以挡下去 挡下去那块死了 因为打是先手 打还是先手 那块做不活 所以一靠 它现在不能接这步 靠是妙手 它不能接 不能接这步 它接 你就断了就行 它打你一挡 由于打这不是先手 那这块就死了 因为它一立 你就一打 它提了一打 这块就死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来靠 靠的话 它就只有跳 你靠 它就只有虎 虎的时候你就接住 这样就行了 白棋立这个 这时候黑棋打是先手 吃这个是先手 那这再一半粘 这样的话 就十 十一十二三四十五 黑棋呢 还是十五木 刚刚才木树一样 白棋呢 这多了两木 这少了一木 那总的结果呢 白棋这个样子呢 还是比吃掉那个呢 便宜 木树便宜一木 先后手差一手 于刚才呢 白棋 刚才是 黑棋是先手 现在的话呢 黑棋是后手 这样白棋抢了个先手 刚才吃这个呢 是后手吃 现在是先手 木树还便宜一木 所以这个结果呢 明显的呢 就比刚才的结果好 因为把这呢 都冲下来了 所以正确的下方呢 不是靠 这棋应该是挖 这收棺呢 跟不一样 如果当这块棋要死 比如这一块死棋的时候 这时候呢 就要靠 必须吃这几个的时候 那就靠 你现在先挖给它吃 那你靠 那它都可以提 它都可以提掉 它可以提掉 你接 它一立 它就把这边活了 这样呢 就活了你 如果这里边有些 这块棋不活 那就让它跑了 所以你要看清楚呢 是要收棺 要观察清这四个 重要不重要 如果它不重要的时候 这棋收棺呢 就应该挖 让它走 要不然你挖这个 再挖 给它一接 这样就损棺子了 所以收棺呢 就应该挖 这边呢 另外呢 一定要吃这个的时候呢 挖 它有走这个 那也是 这时候就顶 一定要吃 它接的话呢 有个搭 不管怎么呢 还是它不能接 接了一段一搭 还是可以吃这个 这是呢 这个形状呢 要注意的几点 好 今天这一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